今天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然你你現在變成是 形塑一個跟綠營在對幹的一個情勢 那當然跟綠營對幹的情勢裡面 當然他就會 普遍受到一些藍營的支持者的興奮 就說繼續打繼續打 但問題不是繼續打的問題是 你的拓展性 未來的拓展性會不會被萎縮 你要選市長總要有拓展性吧 尤其中間那一塊 對啊你要有拓展性吧 如果說按照什麼好感度等等 這麼低 那相對是不是你繼續這樣下去的時候 你的拓展性是不是不足 你好感度也不高嘛 那你是藍營亢奮嘛 那中間選民未必認同嘛 所以你的你的一個未來選舉 如果你只是要選個議員立委 在那個選區上面 但是你要跨出來的時候 你的拓展性有多高 我可不可以舉一個人來講 小憲可不可以這樣想韓國瑜 二零二零內仗 二零一八大勝 到了二零二零內仗 你會發現支持他的包括年輕人 包括什麼全部都不見了 然後他被塑造成很負面的一些 但是到了這一次二零二四 選完立法選完總統以後 他當立法院長 他聲量有沒有跳起來 他現在已經變立法院 非常受歡迎的人 甚至有人講說二零二八 韓國瑜是還有天下 小憲難道不能這樣嗎 上公你擔心的事情沒有問題 我先站穩了藍營 陷在所有檯面上之王 那好感度低 負面什麼 無所謂 等到我後面那個時候 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拉起來啊 你看一下 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 說好感度破五很難對不對 韓國瑜就破五啊 是嗎 對 現在可以啊 人家現在就破五啊 所以我就說小憲可以這樣走啊 韓國瑜先前經過一次被罷免 沒有 韓國瑜的形象的扭轉 但是徐曉星現在的形象有扭轉 依然是讚嘛 對啊 依然是讚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一件事 我覺得一件事 國民黨的人在幫徐曉星辯護的過程 我都覺得我很阿門 有一個立委辯護說 我當然在場辯護說 你看吹哨哲給徐曉星的資料 我說哪裡來了 吹哨哲 吹哨哲是立法院院方嗎 因為那關係文書是立法院印製 發送給所有立委的啊 都說你辯護要辯護對嘛 然後郭方委員會有幫他辯護 徐曉星洩密你應該去查 誰第一誰給他的 誰第一個給他的誰洩密 哇 又是立法院院方洩密嘛 我說你們的你們的辯護基礎 稍微正確一點好不好 連你們都有拿到 葉原資後面也承認他有拿到啊 那葉原資是教育委員會啊 那換言之是所有立委都有啊 所以辯護一現任立委 在幫徐曉星辯護用的理由 我都覺得很荒謬 因為那是立法院他拿出來的時候 旁邊就寫立法院關係文書 那你們立委看不懂立法院裡面的關係文書 代表什麼意思嗎 那就是立法院印發嘛 當然很清楚 他們說沒有監督機制 所以我才會拿出了兩個 立法院裡面的都可以查得到的嘛 一個葉原資說是徐曉星爆料的是去年 他後面有有澄清啊 他說他跟外交部聊天的時候 外交部跟他說是去年 那我們來看去年的 去年的叫有關促進烏克蘭 重建關鍵基礎設施量的 這個在你日期都很清楚 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零八號的時候 院會報告四項第一百一十二案 前面括號咪 OK 那就告訴你 這一個是以密件形式進來 嗯咪 然後你看決議是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這什麼意思 因為他是查照案 查照案還是要交委員會審查 所以交外交委員會審查 那這就是徐曉星爆料 好 你看好 主席韓國瑜一百一十三年 二月二十三號 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三號 主席韓國瑜 這也是院會 你看第十一屆 第十一屆是這一屆 第一會期第二次會議 第四十九案密 決議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是什麼意思 他雖然是一個查照案 嗯 交委員會審查這個查照案 那委員會可以做幾種決議 第一個是準與審查嘛 OK 一個是不予審 不準與查照 第二個是不予查照 第三個是什麼 我認為不應該是查照案 提醒院會改變為審查案 嗯 你是可以做的哦 你不能告訴我他沒有監督機制 我交給你外交國防委員會 然後你告訴我說 我們就是因為要監督不能監督 不對啊 交給你們外交國防委員會 嗯 那外交國防委員會兩個招委 一個馬文君一個王定宇啊 你可以要求他們排啊 OK 如果他們不排你 你就在連署立委 你連署完 你可以加列議程 或是體制裡面有方式可以解決 體制上絕對有監督機制 可是那樣就不會有聲量啊 所以啊 我就說你走的地方是不對的嘛 你不要你立委在幫他辯護的時候 說啊不能監督 啊什麼爆料者 吹哨者 我覺得你不要瞎扯了好不好 第一季沒有吹哨者也沒有爆料者 那是立法院正式發文給立委的公文書 請你這樣講 選市長你好像不會投他 徐曉信 我心沒事 好好好 我當然不會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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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因為我沒資格投他 好吧 我也不想簽呼籍好不好 所以你基本上 你辯護的過程你讓我太納悶 嗯 太納悶 而且立委在幫徐曉信辯護用這些理由 我真的覺得太納悶 好